咱们从何开始呢 为让大家感受我们的鸡味相上 我们先来看一看 我们天津的优秀演员艺术家们 创作的一个个经典的人物 二马妈 你快拿大木喷了呀 素批 就是苏文茂先生批的 我叫逗你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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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顶弯 什么 什么 顶弯的 反正一天最少就打三火 所以人们又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外号 叫木三火 不给买喜马 是帮胆订混 我是一个科学家 我原来高考命题组的成员 别别别 先别鼓掌 先别鼓掌 这个影片里边有瞎刺 照片的时候我比较瘦一点 我没有跟你说照片里的事 这是不是你自己剪的 你自己编辑的 你怎么看出来的 怎么你都在里头呢 我就说咱们天津的艺术家多 艺术家都到不了你啊 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我 什么时候到我啊 你是北京的艺术家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就同意了 对对对 我刚刚给大家放的小片 其实就是想引出我们今天嘉宾 因为我们今天这位重量级嘉宾 就是小片当中的一位男人 你不会说是你吧 还真不是 我吓我一跳就会一跳 说到我们天津相声 可能大家第一会想到的就是马三丽大师 以及他的马氏相声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马氏相的传人 也是我们相声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马志明老师 马老师一上来 我想先向您提一个问题啊 马老师 就刚才邱英俊可把他跟您都放在一个影片里了 都算老艺术家了 您没有点意见吗 不是 这也可以 我自己给我自己剪的里头 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啊 你好好看 将来你相许比我们这一代都高 我谢谢您马老师 那下次我也得捡进去 我得挨着马老师 你早就过去了 我怎么就过去了 说到我们这天津的相声 确实人才辈出啊 咱这块土壤太好了 张寿爷 张寿辰 张先生 刘奎珍 周爷爷 周蛤蟆 周德山 那是我父亲的师父 那是我最小 我跟着他 现在感觉啊 个个都是大师 您觉得为什么咱们天津 能出这么多的相声大师 天津观众啊 欣赏水平高 观众对演员要求的比较高 所以你要不努力 没有特别的站不住 特别是天津人的这种 乐活精神 爱生活 他们平常之间玩笑啊 或者说句可乐的话 都特别深 所以这个相声演员 你要面对观众当中 提取这精华 还得高一点 才能让这些观众满意 日久天长的 就形成了咱这个 金外相声 那王老 您给我们概括概括 咱们天津这个相声 有什么独特的特点 独特特点呢 它就贴近生活 天津相声啊 有时候说出来 你感觉真实 我见过 这种人我见过 就是身边的事 按现在的话说 就是非常的接地气 对 就是老百姓可能生活当中 开玩笑的很多语言 很多场景 直接就可以拿到 我们天津的相声 当过来 对对对 那马老 您看现在天津有很多的 优秀的青年演员啊 您觉得您比较看重的是 我最看重的就是邱英俊 马老师 我们请您来做节目 是给您钱的 不是 就给敞开了说 不是 马老师说两句实话 你看你这拦着 您敞开说 邱英俊哪点这比较好 他要好好干 我看比李丁就能差不多了 不是 您这拐弯拐得太厉害了 我好像干跟李丁差不多了 对对 我就别好好干了 别别好好干 好好干 马老师那 您觉得北京的相声演员 您最看好谁呢 北京当然侯大师 那这样 北京的青年相声演员 您最看好谁呢 我还很少听下 我60岁以后 我七百十 李丁啊 你的如意算盘 已经完全落空了 我没有算 算盘